子凌开麦 子凌开麦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那今天呢子凌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我们的高雄市文府国中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边特别要来介绍的就是高雄市的左心图书馆呢 举办了一个2023国际女性科学日女生爱科学 那我们在这个展览当中就是有一个部分叫做科普静态展 这个部分呢就是跟文府国中还有港督社大一起合作 那也邀请我们文府国中的同学们去阅读呢 特别选出来的三本跟女性科学家有关的书 这个优良的书籍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就是说要请我们的同学 每位同学负责介绍一本书籍 让大家呢可以透过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认识 这些杰出的女性科学家 那我们今天首先呢要来介绍的这一本书 还有呢这一位同学 我们就要请他来跟我们的大家好来问候一下咯 来我们邀请到的是文府国中的魏馨宇同学 大家好我是文府国中二年级的魏馨宇 嗯那我们今天请馨宇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你这一次呢阅读的是哪一本书 然后这个书里面他大概跟大家介绍的是哪一位杰出的女性科学家 我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叫做吴建雄 这本书里面呢介绍的就是吴建雄 他伟大的人生以及他的生平 嗯好吴建雄大家对他好像不是很有印象 他到底做了哪一些很棒的在科学上面的贡献 以至于说会在这一本书当中来特别记录他的这一些杰作呢 吴建雄啊他在他的生平中有两个非常伟大的贡献 像是我们现在所知的原子弹 也就是他研究的 他非常持续的研究 名叫做β衰变的一个实验 在这个实验中啊 名叫做原子非常微小的物质 会发生一些改变和转变 而这个东西啊 他的改变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核 也就是我们所知的原子弹 而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 吴建雄所发明的这个实验 也为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贡献 那我要问一下心瑜 就是其实讲到原子弹 我想大家好像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爱因斯坦吧 对 原来吴建雄有在里面啊 对他其实他是原子弹的先驱 他也被大家称为说核子研究的女王 并且他是一个中国人 也被称为叫做中国的居里夫人 好 然后另外就是 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发明 或者是说一些比较进步的一些发现 好像都是来自于战争 那这原子弹当初也是 在战争中有一些这个 要讲贡献还是伤害呢 应该说就是 吴建雄呢 他是在美国为军方做出了一些很大的贡献 他发明了这个原子弹 在各国啊都有不同的应用 对 好 那可不可以就是请欣宇 以你自己也是一个女性的角度嘛 那你去看吴建雄这一本书 这个以前的女性科学家 那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我觉得啊 吴建雄他作为一位女性的科学家 是十分不容易的 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啊 吴建雄他其实非常的幸运 他爸爸从小的爱护 开明的思想 让他的教育天赋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而没有因为性别的歧视被埋没 而他自身的努力啊 还有饱满的求知欲 也让他的才华得以发阳光大 最后这边呢 就是要请欣宇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看了这一本介绍吴建雄的书之后 你觉得呢 让你最感动的是什么 在这本书里面啊 让我最感动的是 吴建雄在他的生命中 曾经三度与洛贝尔奖插针而过 而啊 他却没有获得这个奖项 有许多一个 有许多人认为 他发明的这些理论啊 非常的重要 应该让他获得这他该有的奖项 曾经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说过 没有了吴建雄 他们的假设都只是一个理论 是吴建雄啊 他自身的努力 为我们世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的努力啊 没办法获得这该有的奖项 因为他是亚洲人 他是一位女孩 在那个时代啊 大家都认为 女子无才便是德 但是他却没有因此放弃 反而更加的努力 为物理学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所以吴建雄的这个努力的故事 我不知道说对欣云 你有没有产生一些影响 对我来说啊 看了这本书之后 看到了以前的女性科学家 这么的努力 在他那个重男轻女时代 他们都可以那么努力的 去克服一些世俗的思想 而在我们这个性别开放的时代 我们应该也更加努力的 向他们学习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 好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呢 就要谢谢高雄市文府国中的 魏欣瑜同学 来跟大家分享 这一位物理研究的第一女士 何子研究的女王 也可以说呢 是我们东方的居里夫人吴建雄 今天我们就谢谢欣瑜 谢谢大家